出门,已经没有10KM的限制 欢迎收看5月4号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自证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48天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宾燕 新闻自证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乱西山今天宣布大马新增55人确诊 累计确诊6353人 没有人死亡,累计死亡人数105人 今天也有87人治愈 累计治愈4484人 出门,已经没有10KM的限制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杜斯里伊斯迈·沙比里指出 目前已经没有只限方圆10公里的行动限制 至于跨州行动,依然被禁止 不过5月7号到10号 可以豁免,让滞留在家乡者回到工作的地点 这位送餐员是一位很典型的马来同胞 说话声音,很热情 但是他的手不见了 而且是两只手掌都没有了 那一刻我愣住了 然后眼睛一直上下打亮 下一刻他似乎看透了我的疑问 所以直接说 不必找了,的确是没有了 原来这就是他无法帮我拿纸拖牌的原因 以上的这句话是一名男网友在脸书的一段po文 他被武长送餐员法兹尔的精神打动 也像小粉丝一样和他合照 法兹尔也因为时常分享自己送餐 骑摩托车的生活而成为小网红 诊所的生意也受到冠病疫情影响而下降 让我反思 如果我们都受到影响 那其他人的情况岂不是更糟 为了帮助比他情况更糟糕的人 这间吉隆坡的安达马拉瓦地诊所 在每周五设立社区角落 他们会准备米、盐、糖、油、饼干和沙丁鱼罐头等等 分装成一袋一袋 让有需要的民众前来诊所领取 但限制一人只能哪一代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我是陈学生 我们马上来关注全球的确诊人数 今天的新增病例有82247人 累计确诊病例3567712人 死亡人数3576人 累计死亡人数248427人 治愈人数36028人 累计治愈人数1155895人 创意百出 日本推出冰镇口罩 日本人的发明一向很有创意 如今为了应对高温的天气 一家企业竟然推出了冰镇口罩 这些口罩 透过由冷藏功能的自动贩卖机出售 售出时只有摄氏4度 消费者在使用它们的时候 可以享受一时的凉快 曼谷寺庙回收宝特瓶制口罩 回收后的宝特瓶可以做些什么呢? 泰国曼谷的一间寺庙 就利用经过处理的回收宝特瓶 来制作口罩 疫情爆发后 寺庙大方地把口罩免费送给其他寺庙 展示守望相助的精神 工作人员说 一个600毫升的宝特瓶 可以做成大约4个口罩 除了口罩之外 它们来制作僧袍和袈裟 动起来 郭富城周六开免费线上演唱会 即便宅在家 也可以动起来 香港天王郭富城 将会在来临的星期六下午5点 举办郭富城鼓舞动起来 线上演唱会 他表示 希望可以为深受疫情打击的舞蹈员 以及电影界的同事筹款 顺便为香港人打气 郭富城将会和100位舞蹈员一起演出 玄程长达一个小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演唱会呢 无论是看着自己喜爱的歌手 在自己的眼前线上及时的表演 或者是听到自己喜爱的歌曲时 跟着摆动还有哼唱 或者是和自己的偶像进行互动 这些都会是很感动的事情 那么在这段期间呢 大家不妨多留意歌手们 举办线上演唱会的消息 一起去体验更多的感动 那么国际新闻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给冰宴 谢谢 疫情期间导致生意收入下跌 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候 推出各种商业配套 看能不能在这段期间 赚取更高的收入吧 但这个女老板却大胆其道 在生意面临困难的时候 她意识到身边还有很多 比她情况更糟糕的人 所以选择去帮助她 我很佩服她的精神 这段期间 大家真的辛苦了 我知道我的观众群里 有很多都是学生 我希望呢 大家可以享受你们的快乐求学时光 因为大人的世界真的很不容易 这段期间 我真的体会到了穷人的痛苦 所以呢 在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一定会想办法去帮助 更多更需要帮助的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愿老天保佑你平安健康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郑平院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